中央情报局正在调查一起女孩失踪案件 在这个案件中已经有40名女孩失踪 而且失踪的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擅长运动或武术 中央情报局怀疑 这些案件与一个专门训练女杀手的集团M集团有关 事实上这些女孩的失踪确实是M集团所为 他们把这些女孩拐走 放到一个封闭的小岛上训练 在这个岛上 他们要经受极其残忍严格的训练 甚至是互相残杀 刚到这个岛上的时候 有一些女孩想要逃跑 但都被警卫发现开枪打死了 因此剩下的女孩们明白了 以她们自己的能力是无法逃离这个岛的 所以女孩们都在岛上安心接受训练 转眼间六年过去了 她们都已经长大 而且都具备了作为一个杀手的能力 在这里 她们不仅要训练体能格斗技巧杀人技巧 还要学习化妆仪态等等 女孩小凯和雪莉就是这里面为数不多的好朋友 但是接下来的训练更加残忍 M夫人让她们杀掉自己身边的人 否则自己就要被开枪打死 她们照做了 杀掉了自己身边的人 但是她们又被告知 第二天她们之中只有一个可以生存下来 第二天 女孩们来到训练场 M夫人让她们抽签决定决斗顺序 抽到一号的人要和其他人决斗 直到最后只剩一人存活 不幸的是 小凯抽到了一号 这也意味着她凶多吉少 她和自己的好朋友雪莉做着最后的告别 但是当小凯要进入决斗场时 雪莉抢她的号码牌 替小凯进了决斗场 雪莉拼尽全力战胜了前三组人 第四组的时候 小凯终于进来了 小凯和雪莉并肩共战 但是她们面对的对手 名叫阿景 是训练女孩中最厉害的一个 她们之间进行了惨力的战斗 但是最后让人出乎意料的是 M夫人竟然同时留下了她们三个人 M夫人涉嫌招待她们三个 还以为就是一次平常的晚餐 但是M夫人却在酒里下了迷药 并找人羞辱了她们 此后她们三个就正式作为杀手出道 执行了很多杀手任务 而且杀的大都是黑帮名流 这不仅引发了社会恐慌 还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注意 雪莉去西班牙执行杀人任务 但是中了埋伏 小凯及时出现救了雪莉 中央情报局的警官杰克 一直追踪着这个案件 在西班牙案件死者的尸体上 留下了雪莉的DNA 杰克经过网络比对 发现杀手就是六年前女孩 连环失踪案件里的失踪女孩之一 程雪莉 她找到了雪莉的母亲 告诉她雪莉现在是一名职业杀手 她想从雪莉母亲那里 获取雪莉的信息 正逢唐人街举行活动 一个公司大佬和雪莉的母亲 正好出席了活动 杰克也来到现场 想要游说雪莉母亲 但是就在此时 雪莉突然出现 并暗杀了大佬 母亲认出了雪莉 杰克也发现了雪莉 杰克追着雪莉上了一个冷柜车 两人经过一番打斗 都互相冷静下来 两人都被困在了冷冻车里 杰克告诉雪莉 她的目的是把M夫人的集团毁灭 因为不能再让那些小女孩 经历这些灾难 杰克把自己的外套给了雪莉 因为太冷了 两个人抱在一起取暖 雪莉发现杰克是一个好人 但是最后 雪莉把杰克打晕后逃走了 杰克来到雪莉母亲家 监视雪莉母亲 但是没想到 却遇到杀手阿景来暗杀雪莉母亲 母亲被阿景刺中一刀 杰克出手营救 但是她却不是阿景的对手 危急时刻雪莉出现了 一番打斗后 最后杀了阿景 杰克背着雪莉妈妈去医院 但是雪莉不能暴露 只能离开 离开时 杰克给了她自己的联系方式 雪莉回到总部 因为雪莉违反了规定 M夫人非常生气 M夫人告诉雪莉 只要帮她完成一项危险任务 之前的账就可以一笔勾销 雪莉和小凯去执行M夫人的任务 但是却中了M夫人合作伙伴 龙依的陷阱 原来龙依的朋友被他们所杀 龙依为了报仇 设了这个圈套 M夫人被龙依杀死了 小凯也被龙依捉住 只有雪莉逃了出来 但是她却中了烈性春药 雪莉情急之下联系了杰克 杰克来到海边 帮助雪莉解了春药 第二天早晨 杰克醒来时 发现雪莉已经离开了 雪莉来到了与龙依约定的码头上救小凯 却亲眼看到小凯被龙依杀死 雪莉找龙依复仇 但是龙依的格斗术很厉害 雪莉一直处于下风 甚至被龙依打伤 雪莉最终还是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让龙依一招毙命 M集团消失了 雪莉获得了最终的自由 她和杰克两个有缘人 最终又相遇在茫茫人海中 雪莉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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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